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要用物质有向的来形容 可能全宇宙也装不下 同样的 如果我们可以升起福底心 那么无论我们是在做什么 是在醒觉或睡眠中 那坚定的力量 也会产生无尽的利益和善德 并引导我们停止 造作伤害和不善心 感谢观看 佛陀超越了当时 印度社会和文化的规范 为了革新人们的思想 赋予新的自觉能力 普遍达到觉悟的方法 这是不可思议的佛行事业 不管我们是否跟随佛道 在佛陀的教研中 都有一共同的人道思想 可以被分享和帮助人们 升起改善其生活质量的意识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不管是否有根本丧失 重点是听闻教法后 要去实修才是重点 对于教学之人 说法的丧失 即使他己身还有过患 但因所说的是佛正法 仁应加以礼尽 因为要依法不依人 所以各位 不是依止我个人 佛法才是根本丧失 这是要知道的正直见 在此追求物欲 忘却内心的时代里 虽然我们一生 都在忙碌地奔波 但却无法获得人生的实意 与大自然 与大自然逐渐输远 从而遭遇着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 所以更应该意念和学习 仙德们的才智 培养千百年来 人与大自然之间的那种清净不够的情感 与大自然之间的灾害 想思维 我们每天所使用的产品 想一想他们的制作过程 有多少的能量 被我们浪费消耗掉 评估一下 然后选择使用更具环保的产品 保护环境 是一位真正的佛教弟子 对立整体生态的实际作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能在世界地球日这一天 发布环保108 让地球更美好守则 我希望这个殊胜的缘起 可以带给地球深远的利益 我们的世界 正面临着一向既复杂 又影响着所有人的环境危机 但是 该做些什么 从何处下手 却很难掌握 从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开始 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观看 快樂時,將我的快樂回向給眾生 願幸福與快樂遍滿一切虛空 痛苦時,願一切眾生的苦由我來承擔 願苦難的大海全然乾枯 我之所以活著,就是為了利他 或許,只是這樣活著,就可以鼓舞很多人 以我這樣平凡的人來說,這種想法尤其重要 即使身體語言做不到,利他的心是不能捨棄的 半個月,在一半,在一半的一切 但就像我創造的一切 现在很多人 喜欢学习禅修 身体坐直 手词定义 但是 真正禅修的要点 是什么呢 就是认识自行动机的 善恶而做取舍 因此禅修的入手处 就是观看 审查自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的心感觉到紧致的时候 那时候就要观想 好像自己躺在水中游泳 或者是遨游在天空中一般 将自己去放松 事实上 当我们谈到修行的时候 我们不光只是想到修空 或者只是修行空性而已 我们还要谈到 虽然它是空性的 但是它却有所显现 虽然它有显现 但是它是空性的 所以我们还要谈到 如果没有察觉 对质 转化 有一天 它就可能成为害她的行为 所以 要有决心 决照力 随时注意自己每个起心动念 随时保持正知正念 别让称念进入心中 养成习惯 否则久了真的会 做出伤害众神的事 在有钱 财富 也是无常 不坚实的 尤其是经济萧条 更让人感受到财富的无常 所以要趁有能力时 勤作不失 种下善的习惯 来是投身善道 友善的所依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有一个奇怪的习惯 说不上是什么特别的 无法修辞 只要我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就会马上想要转送给他人 因为执着贪爱的东西 会多出很多事情 给自己制造很多麻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最主要的违缘就是 一 懒惰 二 跟随恶友 三 傲慢 这三点一定要断除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在相伯的部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转发 转发 au 纹丝好的征兆是极尽调柔 观修好的征兆就是没有烦恼 现今很多宗教都在提倡布施 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布施直接能够帮助到他人 做布施时也会有障碍 继承布施魔 这个魔称为散乱布施魔 杂乱无章之意 布施要有智慧 能够明辨何者是因布施的对象 要不然散乱无章的布施反倒是行善的障碍 因此我们要做到的是能增长善行的正确布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生财及其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国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耳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慈悲智业 花莲中心特会病苦众生 起见21日药师法会 供送药师经 持药师咒 每日点灯 供水 药供及甘露师时 供请常驻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4月15日起 至5月5日止 时间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余晖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成真义工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净土院于4月初起 一连三天 圆满了在台中首次举办 华言祈福 即功佛大摘天法会 法会虽然在疫情增温 及天气的低温中进行 但诸位指导法师 一公菩萨 皆没日没夜地 在自己的岗位上完成任务 让法会得以顺利完成 而与会的栽主与信众们 也虔诚地礼拜祈愿 中古齐鸣敲响 华言会上 诸佛菩萨光匠盘场 循序渐进 沉稳的范背音声 安定盘场内外 大众潜心礼拜 华言宝灿 祈愿法界 康宁无灾 众生自在安乐 净徒愿 助持自成法师 称此姻缘 为众等开示 华言圣会由来 那为什么用华言呢 各位我们都知道 佛陀出承道呢 所说的法 就是华言经 那为什么叫华言呢 华呢 就是花 花的这个繁体字 那言呢 也就是庄言 所以我们用白话来说呢 就是花来庄言 你看呢 我们去重要的节日 或者说重要的这个场面呢 别凶花 或者有些国家呢 带花圈等等 所以花呢 在这个世界啊 它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美 那借由这个花的庄严呢 来衬托一个人的气质 同样啊 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啊 我们都知道 佛叫做福慧二言 两种具足 又称为两族尊啊 那么佛的庄严呢 从何而来呢 有一句话叫做 万行的樱花 万种修行 这种樱的花 来庄严呢 佛这种最极致的果德 那为什么要说花跟果呢 用花跟果这两种匹育 当一个树啊 一棵果树好了 它要生果之前啊 一定先有花 不会说呢 无花来结果 三天的法会将进行 礼拜华言宝灿 摘天撒进 供佛大摘天 余且宴口诗诗等 随着法师的带领 并提供线上同步播放 使无法到场的信众 也能透过及时影像 来共襄胜举此殊胜法言 法语均瞻 愿此次的法会功德 皆能回向法界 也祈愿世界各国战事平息 众生安乐自在 每次法会的 悠扬的饭背 与精致的谈诚 一直是净土院 法会的一大特色 也是住持和尚 对佛法流传奉献的 一大心力 希望大众能珍惜姻缘 把握每次参加盛会 使自己的心田 落植下菩提的种子 生命电视台中综合报道 我说这次是 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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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们在这家在外面的一个表面前面的学生 他们的主要跟以外道人家在人家里的教绍 而他们在教绍的时候 在我身上有很多教绍的教绍 有很多教绍的教绍 成熟神师伯父的教绍 他们也都ング updates 跟弘洪人有笔由 团内地我们的家里 那么不要说 听相对ense的 还对,发生的 这一定会有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一个人是在好 一个人在好 那我们能找到好 我们在好 我们在好 我们的一个人 我们去跟他们一起 有一个人说 这一家人有什么样的 我看他们还会说 你赢问他们也是 他们是这个样的 这就是这个样子 知道他们是这个样子 他们没有什么样子 都什么样子 我们没有一个样子 而且他们在这上面 就一样子 在某些人 都没有人 但我会让你放在某些人 而是一切都没有人 但你会去念什么 我的天 这就像我这样 然后我会去清兽的 我会说 最后什么人 都没有人 没人 都没有人 没人 没人 没有人 没人 我会说 那样子 都没有人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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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那些些是 soul? 那些是吃了? 那些是三十六百一的 三十六百一的 等待在一起 大人有些 但是這樣 那些是一羅的 是大家 達成的 一羅的 大人 都是老的 那些 都是 賭 我的天心有個草形, 不用無法的水分, 不用做草形 :「中間還花火, 下花火。 從中間之間, 雲沙一一天 花火。 青年, 雲沙一一天 卡在山上 的上花火。 雲沙一天, 私不會沈浦。 從岱火鍋上 一爐? 石子管一爐? 意而是 長江川的, 一爐? 麲沙一天, 雲沙一天, 雲沙一天 麲沙一天 那久我沒有沈了。 雲沙一天, 雲沙一天! 就叫鱼装帝 鱼装放开 Neder鱼装壇 不叫鱼装